我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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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的出境大廳 行警一氣柔道的大外哥 把男子壓制在地 全場旅客歡聲雷動 掌聲加尖叫 回顧半小時前 證明韓國籍男子 真的又夠爐 我的胃口 我的胃口 明明已經出境了 卻還想往回走 遭到海關攔下 他情緒不滿 還拿出手機反搜證 最終被大批員警壓制 大概二三五三中有 他的那個行為 就是一直想要進去 然後一直向那個警察說 你說這裡是中國嗎 這起誇張事件 就發生在高雄國際機場 30號晚間10點左右 韓國籍男子 從越南搭機來台 入境後行李沒有領期 因為喝醉酒 情緒控制不住 不按照程序走 在現場爐了半小時 實在很考驗警方的內心 最終被大外哥制服 在出境口目睹過程的旅客 以及來接機的民眾 大約有三四十人 全都拍手叫好 紛紛讚賞航警的行為 韓國籍男子不遵守規定被帶回警局 睡了一夜酒還沒退 警方已經請了翻譯員 帶男子清醒 要跟他好好溝通 一連串大鬧機場的行為 已經影響到其他旅客 身處異地 警方的勸導也不聽 只好被依法送辦 東山新聞孟家榮